林安的这个杨梅大棚最近是真的有点震撼到我了 它远远看去呢真的就像是日本建筑大师 魅导和氏或者他们壮介 他们做的一些非常轻盈的大提亮的建筑 通过一些小尺度的像坡屋顶的建筑这样 慢慢的一个一个搭击而成 形成一个大尺度的山形建筑提亮 我们进去看一下 哇这也是旁边的一些村民的房子 我的天 这个全石台的一栋欧式小别墅 各种西方的住室 现在是走到这个杨梅大棚的山脚下 其实从这个角度看它就没有那么震撼了 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细节 其实就是刚结构的像是蔬菜大棚一样的 外面罩着的一层应该是有点像是网一样的构造 一般来说经济使用美观 始终是评价一个建筑好坏与否的一个标准 首先这个杨梅大棚它很经济对吧 它就是一种最简单的蔬菜大棚的做法 其次呢它就是呈现了一种 至少我认为是有一定美观的这么一种效果 最后实用对吧 那这本来就是他们用来做蔬菜大棚的 只不过是我们这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人 看到这个所谓的建筑感觉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对村民来说 它就是一个他们最基本的杨梅大棚而已 如果你从建筑学专业的角度来看 它肯定不是一个经得起推敲的一个好的作品 但是就是这种村民自然而然自发的这种所谓的低技也好 或者说乡土的手法也好 它呈现出来的形式刚好又跟某些大师通过他专业的一些技能 最终呈现的结果两者之间有一种相似之处 所以可能就是这种自然而然或者自发的无形插柳之作 反而某种程度上更能够给人一种很强的说服力 它有点荒诞 但是它存在这里又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行为 对吧 它就是村民想要把大棚建在山上 不过这如果真的是一个建筑师的作品的话 我想大家可能又是另一番评论了 没准就会对它进行一番批判 比如说破坏了环境 破坏了山头等等之类的 但是相反的这是一个农民自发建成的这么一个杨梅大棚 然后它跟这个山形又结合的特别好 大家就反过来是一头夸奖 所以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 那这个视频就差不多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希望可以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